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涌的频道 今天是2021年4月20日,第246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就是长和,长见,股价创新高 我们在第245集就讲了中国人寿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讲它,只不过最近的股价继续偏远 其实这一条影片拍到出来之后,反应也蛮好的 原来有很多人都是在中国人寿里面中伏的 不过也没办法,如果真的在高价买入的话 唯有暂时放在这里,看看如果有息收的就尽量收 其实如果大家有耐性的话,可以等到五穷六绝的话 希望会有些大事件发生,令到股市大跌 可以令中人寿的股价再跌深一点 比如跌到14元这些水平的话 其实是可以博一博的 不过当然,我们也是以短炒为主 我们没想着是会长渣的 至于这个目标价在20元的话 就是希望如果是当2021年是一个好年 即是说,衰气全部走光了 那就回到好的东西回来 如果升上20元,其实这个弹幅也应该是不错的 至于我们今天的恒生指数 其实是一般的,软软软的 但是,软得来,它又可以升上29,000点以上 但是,今天就发现了一件好事 这件好事对我来说,当然是有鼓励性 没错了,就是李嘉诚的两家公司 竟然的股价创了一年的新高 包括了母公司的长和集团 以及长江基建 两只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今天就拍这条片 拿来和大家再讨论一下这两家公司 到底有没有什么钱质 可以继续股价向上升上去 我们首先来说这一号仔 一号仔今天最高的时候 股价去到65.5元 其实已经很久都没见过一号仔 可以升上六字头 最近创新高当然当然是开心 所以阿诚哥肯定是喝得杯落 其实这一间公司的市盈率非常低 只有8.5倍 其实是非常值得买的 至于它每股的资产净值 也去到128元 不过这应该是保守的估计 如果真的将家当卖了 相信就不止这个数字了 所以最近可以炒高的话 是非常开心的 另外要提提大家的 就是这一间公司 会在5月18日随正 随正就会派股息大概是1.7 如果大家有心想拿这个股息的话 记住在5月18日之前 千万不要卖出股票 另外另一只就是长江基建 长江基建当然就是李泽的心肝宝贝 它今天的股价都做得非常漂亮 最高的时候是冲过上去48元以上 不过收市的时候就报47.7 但是也创了全年的新高 至于它这个市盈率大概是16倍 那叫做中规中矩 不算太好 但是它的息率就不错 以它现在的股价的派息率大概有5.18% 似乎如果拿来收息的话 就不是一件太差的事件 至于你说它每股资产正值又如何 那其实就是一般的 就跟现在的股价是相距不是太远的 所以就没什么特别说 值得去拥有它的 虽然我自己拥有了它 但是我也觉得现在这一间公司的股价 就是一般的 不算好也不算坏的 那同时间呢 这一间公司也有个随正 那它派的股息就是1.79% 比一只1号仔还要多 那它的随正那一天就是5月17日 所以当这一天过了之后 很快就会派息的了 到时我又会有不额外的金钱 就放在我的银行里面供我享用 那我就热烈期望这一天的来临 我们可以说回这1号仔 这个股价的变动 其实这1号仔曾经的股价跌得非常低迷 尤其是去到上年的10月左右 它的股价低到只有46.5% 其实看上去真的非常之心酸 不过过多几个月 那形势就不同了 因为由低位一直都向上升上去 那升到现在去到64.5%的话 其实告诉你 那股价已经反弹了有40%了 那算是对股东就有些交代了 不过你要记住 一个管理层是没有办法控制股价的升跌的 市场上最近觉得它是好的 那当然是一件喜事来的 那说完这1号仔 那当然也要说到长江基建 那长江基建 你见到它的股价的变动 其实就跟1号仔 就非常之类似的 都是谷底大概在去年的10月 或者9月底这段时间 那当时最低的时候 那当然长江基建的股价是低到36.5% 那这一件事是非常之恐怖的 不过幸好 最近可能是一些大行吹的声 说它在英国那边的业务可能会有转机 所以加上这些汇率也是不断地向上升 所以令到它的股价慢慢地升上去 那不觉不觉呢 其实它现在已经升到上去47.5%了 那如果由低位反弹的话 虽然那个弹度 就没有1号仔是那么英俊的 但是起码由低位弹到现在 都升了大概是32%左右 那其实呢 我见到它的股价升已经很开心的了 至于能不能够再上一层楼 去到见到5字头呢 那我们就要看多一段时间 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大型收购活动 可以令到它的股价震兴的 其实1号仔现在要面对的 都可能有几个是好的消息 例如有什么好消息呢 包括了李泽巨之前说过 就说迟些就会有煤寇的行动 如果煤寇的话 肯定对这个股价一定有提振的作用 那么兼且呢 现在我们的环球的局势呢 似乎就不是那么明朗了 如果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话呢 油价向上升呢 我是可以预期得到的 至于呢如果是有这个 疫苗不断打的话呢 希望呢这个环球的经济呢 可以慢慢复苏的话呢 其实对这间公司呢 就绝对有帮助的 兼且你都知道啦 这间公司里面 其实有很多资产呢 现在是慢慢养大的 那么养到那么大的话呢 自然就会有分拆的概念啦 那么很希望呢 遲些可能会听到电讯业 或者零售业方面的业务呢 是可以分拆上市的 那么也都可以令到公司呢 可以赚多一笔的 那至于呢 在第197集的时候呢 就是年初来的 当时呢我就说过呢 就有三间公司呢 我是想投资的 那么其中一间呢 就是长和了 那么长和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我已经是卖了些股份的了 我已经是没有股份在手的了 但是当时呢 我就告诉大家就是说 如果是未进行这个股份回购的话呢 股价已经升到很高的话呢 其实呢 目标价就不要订得太低 60元应该太低了 应该要订到下去65元 其实呢 今天已经做到了65元 所以呢 其实可以再提高一线的 好可惜呢 我已经卖了些股份了 不过呢 我卖了些股份呢 我也都达到我自己的目标 虽然呢 我的目标呢 就是要吃掉这个股息的 但是呢 因为我做了两次买卖 那么 差不多是吃了股息的了 所以呢 我基本上呢 在这个2010年呢 我希望呢 可以在这个场势里面 所赚到的利润呢 已经赚了了了 不过 有些朋友继续拥有的话呢 我当然希望他们可以赚得更加多钱啦 未来日子 如果可以继续升的话 希望看到七字头 那么大家都开心咯 至于长江基建方面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这只股票呢 其实呢 就是很呆呆滞滞的 只不过呢 有一样东西值得欣赏的 就是 其实它大部分资产呢 都是在海外的 那么如果我真的觉得 香港是一个 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那么那些资产不是在香港的话呢 我反而还放心的 另外呢 这一场江基建呢 是非常之受到 每一个国家的汇率的影响的 那么幸好呢 最近的汇率呢 大部分都是向上升的 所以对它来说呢 是有利的 另外呢 它手筹上拿着的钱呢 可以呢 进行一个大型的收购 那么不知呢 今年里面呢 会不会有些什么大型项目呢 是给它看重 如果有的话 那当然就最好了 兼且这一间公司呢 没什么好 唯一好的呢 就是连续24年呢 都是连年呢 增派股息的 那么今年都不例外 虽然呢 只是加到那一仙那么大把 但是呢 始终呢 都是可以保持有个增长的 那么当然呢 我也都期望呢 如果有之一日 可以再和电能呢 合併的话呢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么希望它都可以做得到 那至于呢 在我之前拍过的片里面呢 第177集的时候呢 我也都说过呢 其实长江基建呢 是占入街景的 那么这句说话呢 其实就没有说错的 因为当时呢 我和大家说的时候呢 其实呢 其实长江基建的股价呢 就徘徊在这一个 41元左右的 那么现在呢 都去到呢 接近48元 其实呢 都已经是有帮助的了 那不怪得知 这一集呢 是笑得这么开心啦 好了 又来到这一条片的末段了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都要做一个总结的 第一个总结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 长和集团 那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呢 自从有了这个 煤寇的计划之后呢 其实它的股价呢 应该有一个提振的作用的呢 如果它现在的股价 可以继续保持在六十多元左右的话呢 相信将来有煤寇的行动呢 将股价推到七十元甚至七十五元呢 我都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 不过大家要记住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长和集团呢 现在香港的影响力呢 已经是小了很多的了 同时呢 也都没有得到中方那边的祝福 所以呢 即使有这个回购的股份行动的话呢 理论上都是属于一个短暂的效应来的 只要这个弱力一过了的话呢 它的股价呢 很可能就会打回原形呢 去回五十多元都不出奇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了 建好即收呢 这个策略呢 相信用在这间公司身上呢 就应该不会错到去哪里的 那另外呢 就要说一下呢 就是这个长江基建了 那长江基建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对我来说呢 我是以收息为主的 因为它现在大概就有五点一百个百分之的回报率 那我当然就期望它现在手头上拿着现金呢 将来会有些新的收购项目 可以令到公司的业绩就会更加帅子 更加好看啦 另外呢 其实我私人呢 私底下也有个想法就是说 为何不让一号仔呢 去私有化了这一间 1038长江基建呢 如果是的话 对长江基建的小股东来说呢 是非常之着数的 当然包括我在内啦 那如果不收购的话 或者不私有化的话 都不要紧要 我希望股价可以继续升上去啦 但是你要记住啦 现在就47.48元 我的目标价呢 希望它可以升到上去五字头 例如去到55元 但是这个目标呢 对这一间公司来说呢 绝对不容易的 所以要升到55元的话呢 如果有机会升到上去 我真的会开心到哭出来的 那即管看下去啦 至于呢 如果你问我 喂 到底这两间公司 如果用来投资的话 你觉得哪一只股票会好些呀 我不会因为呢 我自己拥有这一个 长江基建的股票呢 就一定说这一间公司好的 其实我量过称过之后呢 我也是发觉呢 是一号仔呢 是应该好过这个长江基建的 因为一号仔呢 就是李嘉诚和李泽他的命根来的嘛 其实他里面呢 还收着很多的宝藏呢 我相信是未发挥出来的 所以如果将来呢 要讲发达的话 或者讲的前途比较光荣一些的话呢 其实一号仔呢 绝对是想得过的 不过要看着个价位来进去吧 千万不要冲动呀 冲动呢 通常都没什么好结果的 各位 又有一个新文章呢 想是推介给大家的 那么最近呢 看保障呢 就讲开这个叫做 家族财富管理啦 那么我觉得呢 其实这个topic呢 都很有兴趣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呢 有很多家族呢 例如像李嘉诚家族 每年都收取几十亿几十亿的股息 到底他们这些钱怎么去花呢 会不会好像做大富翁 那样 就是好像恒基兆业 那样 赚到的钱 就不断去再买其他的资产 或者是不断买些铺位 周而复此去做的话呢 会不会令到家族的生意 只会越做越大呢 那我详情就希望大家 进去这个网子里面 就去看一看吧 当是一个故事 听一听都挺好玩的 希望各位看完这个文章之后呢 就帮我按一按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行了 那在这里呢 多谢各位的帮忙先 希望各位呢 是满意今集的内容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帮忙呢 就继续按一按些广告 所以我知道最近的广告呢 有些长 希望各位呢 可以引来一下 继续订阅我的频道 按一下钟仔 分享我这条片 和赞一下like 那就可以帮助了很多的了 那在这里呢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和投资是顺利利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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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